大家好,我是吴露峰,你在看着角色 今天我们要看看一个近乎完美无暇的角色和他心里的阴暗念 他几乎无可救药的执念和他欺骗自己的谎言 今天我们谈谈与生同行 我们到台北看电影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是不知道这部片子的存在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部片子人气很高 因为票都卖光了 于是我们就买了票去看这部片子 一看之下我才发现这部片子真的拍得不错 与生同行这个故事呢 讲的是一个 他的全名叫与生同行最语乏 他是一部韩国同名漫画改编电影 由这个金荣华导演指导 演员就有一些帅哥 也有些大叔 金何正宇 这台贤等等 这个 他的人设呢 虽然和漫画不一样 但他与友云一样 至少在人物性格和他们的背景故事 有着相呼应的地方 与生同行描述着一个消防员 金志宏 为了拯救一个小女孩死掉 死了以后呢 他就被宣告是19年来唯一一个这个正义死亡的贵人 那他就有三个来自地府的阴间死者 江宁公子 解怨脉 李春德 李德春 凌亡他前往这个死后的世界 如果他在49天内呢 能够通过这个七大审判 啊 就是这个七个审判 有谋杀 怠惰 欺骗 呃 正义 对叛 暴力 和天伦 如果全部都通过的话呢 他就有机会转世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 我觉得这个看漫画会更爽一点点 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的顺利 顺利的话就不是电影了吗 是吧 呃 这个 故事一面推展 我们就发现 其实金主红并没有想象中的模特 在人事方面呢 漫画中的阴间死者 本来是有四个人的 他包括了一个律师 呃 这个电影中 这个何振宇饰演的江宁 呃 他一个人容了两个人的角色 啊 剪掉一个角色 可能是为了让故事更加集中 在改编电影的版本 没有显得少了一个人的感觉 其实改的挺好 呃 我觉得这个金香奇 太绝了 他跟这个 春德的相似度简直 一模一样 好 那个 我唯一 有点不爽的是这个 姐先生 你看他 漫画里面是酷酷的 就 就变成电影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啊 当然啊 这个 呃 呃 改变最大的可能还是这个 由这个 车太贤演的这个消防员 哦 在漫画里 他是一个文员 哦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英雄 John Trudy有一本书 叫The Anatomy of Story 那这本书是编剧天书了 中文叫故事的解剖 解析 呃 在这个书里面呢 他说任何一个追求其欲望的角色 在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后 都得被迫苦苦挣扎 要不然故事就得结束 而这挣扎是其改变的原动力 哦 他 他可能是为了钱 可能是为了 呃 呃 嫌 可能是为了女人 可能是为了权力 好 呃 也是这个作为编剧和戏剧化的 这个终极目标 啊 是描述角色的变 与不变的因素 啊 所以我们在 写剧本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间 我们都是 在 描述着 这个角色在 在朝往自己的这个欲望 中挣扎的故事 到底他到了后面 成了好人或坏人 都是我们 主要故事叙述的元素 影片是一个很典型的 三幕剧的构成 呃 呃 在这三幕剧里面呢 我们第一幕就是英雄 呃 舊猫啊 呃 然后他死掉 死掉以后就 不肯下地狱 但后来 只好下地狱 死了 然后 就 end of act one 那第act two开始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 哎 很好啊 呃 就可能很轻松的 就能够过关 怎么知道到了中间的时候 突然间崩坏 就是 阳间有事情 于是死者就回去 洋间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 结果 开战 开战了以后呢 呃 就到了end of act two 就是一切都都停产的 然后呃 英雄的母亲出现 就 就是第三幕的开始 呃 然后 当然这个时候 英雄和这个 这个死者之间的 那个 的那个 勾心 不是勾心 豆角 信任 和那种背叛的那种感觉 呃 就非常强烈 呃 故事当然还有下一集 所以 呃 很明显 那我们看得到的是一个 隔离 入门 回归的三个阶段 这个也是 一个 这个 英雄的旅程 呃 这个是 的一种 写法 它总共有 十二个阶段 在这影片的 这三幕剧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十二个阶段 那什么是这个 英雄的旅途呢 A Hero's Journey 啊 一个英雄的旅途 这句话是由 Christopher Vogler 呃 取之于Joseph Campbell的 一本书叫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的这本书里面 他 把这个 英雄的旅程 分分 分成三个阶段 哦 这英雄的旅途呢 我们一般上是用个 圆圈 来 描述的 OK 我的圆圈画得不好 OK 就一个圆圈 那 这个圆圈呢 我们会把它 分割成 四个 Portangle 好 那 这上面的这一段呢 就是第一幕 那这边 这一段呢 我们就 一般上就是整个片子 最难写的 Act 2 然后这里 是Act 3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 什么 金智宏 从平凡的世界 进入 他在这里死掉 死掉以后呢 他有一个call to adventure call to adventure 就是历险的召唤 历险的召唤 那这个历险的召唤呢 在这里呢 就是那个 那两个硬件死者出现了 就问他 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不要 不是 你是个贵人 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了 他就拒绝召唤 我还没死 so refusal 我还没死 没有死以后 当然 当然还是得去嘛 于是就遇上了师父 mentor mentor的出现 他说你不用担心 你听我们讲就没事了 然后于是他就 很 就很 无可奈何的 跟他一起 进入这个地狱 什么的阴间 然后我们 有看了个大场面 就是很多 人精 他说 哦 我是贵人 哦 这个有点像Jurassic Park 他们第一次进入这个Jurassic Park的时候 总是 很兴奋的嘛 哇 恐龙啊 好漂亮啊 什么鬼的 然后才开始 紧张起来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一般的 这个故事的 这个写法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分成 Act2的 Part A 和Act2的Part B 在这里面呢 有各种的试探了 就 在这里会大概有 三到四个 不同的 这个 的故事的节点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他就受尽苦难 受尽各种的 这个 这个试炼 一直到这里 到一切都以为贫富了 因为 就是那个 reward就回来了 这个 奖赏 出现的时候 就是 他终于可以 顺顺利利的 去了 怎么知道 一般上 我们在这里呢 在Act3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一个 小反转 就是 他曾经要杀妈妈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片子呢 有着很多 做得很酷炫的 这个特效啊 什么的 都做得很好看 其实 如果我们分开 电影和这个 漫画来看的话 其实都OK 两个可以独立存在 但是我们 现在是真的是 有点期待 与生同情 下一期的故事了 今天我们看的是 一个韩剧 那么很多韩剧里面 包含的 一些政治啊 社会的一些元素 都有着 都在这个片子里 都看得到 老实说 我们一看了电影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酒店里 马上下载 这个软件 把这个漫画全看完 那因为它本身 存着很多 我觉得是埋着 埋着很深的梗 那 在看了漫画以后 对这个剧情 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倒是真的 所以我建议 虽然 虽然我 我说过这个 电影和这个 包含可以分开看 但是 两个一起看 其实 会有更多的乐趣 我们是还有一个东西 叫subplot subplot就是它的一个 次要的故事情节 那次要的故事情节 的故事 就是英雄的弟弟 那至于英雄的弟弟的故事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我们再次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